兔妈妈有三孩子 一个叫红眼睛 一个叫成耳朵 一个叫把尾巴 有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妈妈要到地里去拔萝卜 你们好好地看一下 把门关得紧紧的 谁来叫我们都不开 等妈妈回来才能开 兔妈妈说完 就领了篮子到地里去了 小兔子记住妈妈的话 把门关得紧紧的 过了一会儿 大灰狼来了 他想把小兔子安点进去 可是小兔子把门关得紧紧的 进不去啊 大灰狼坐在小兔子家门口 眯点睛正在想坏主意 看见兔妈妈回来了 连忙跑到一棵大树背后躲起来 扑妈妈走到家门口 推了推门 门关了紧紧的 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小兔子快快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小兔子一听 妈妈的声音 一起叫起来 妈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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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着给妈妈开门 想着帮妈妈拧帮子 哇 妈妈把那么多猫不回来 图妈妈 亲亲孩子们 夸他们是个好孩子 那只大灰狼呢 躲在大树背后 偷偷地把 把图妈妈的歌学会了 她说 哼 我有办法 有办法 明天我再来 说完 就回老窝去了 第二天 图妈妈到森林里去采摩菇 小兔子把门关了紧紧的 过了一会儿 大灰狼又来了 他一边敲门 一边叫那有粗路的声音唱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红眼睛一听 以为是妈妈的声音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短眉巴一听 也以为是妈妈的声音 快给妈妈开门 快给妈妈开门 喽 长耳朵一听 拉住红眼睛和短眉巴 不对 不对 不是妈妈的声音 红眼睛和短眉巴从门风里看 不对 不对 不是妈妈 是大灰狼 大灰狼召集了 我是你们的妈妈 我们不信 要不你把你的尾巴伸进来 让我们瞧瞧 好嘞 我正就把我的尾巴伸进来 让你们瞧一瞧 小兔子把门打开点 大回来我们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去 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一二三 砰 小兔子一时劲把门关了紧紧的 大回来的尾巴给夹住了 大回来痛得哇哇直叫 哎呦哎呦痛死我了 放了我放了我 小兔子把门松了松 大回来我们夹着尾巴 我走了 这时兔妈妈回来了 她放下篮子 一边敲门 一边唱歌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小兔子一听是妈妈的声音 抢着给妈妈开门 抢着帮妈妈领篮子 还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兔妈妈高兴的说你们真是好孩子 好孩子 好谁你 来 这足用帐 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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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